剛剛提到很多的都是軟體方面 我們又要談一下硬體 因為智慧型手機市場的競爭排名 太激烈了 今天看到小米機雄心勃勃的 又再一次的來敲門了 連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 遇到國民黨榮譽主席 連戰過去到訪的時候 還特別送了他兩支小米機 在台灣的銷售也非常的好 是不是像小米機也開始 不只是打台灣市場 還打全球市場 對其他的這些領導品牌來講 他會形成威脅嗎 從很多研究機構的數據來看 目前為止小米機 還排不上是一個 全球前10名的品牌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在地方 地域性有一些Niche 它走的是一個利基型的產品 比方說我的Focus就是在 比方說中國或者是台灣 在這個華人喜歡的市場 但我覺得它有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那個米IU 它的介面 因為它就是開放 讓你自己去下載自己去改 所以米IU雖然只有 它自己官方支援三種語言 其實就是英文跟中文 但是像比方說 我家的親戚在國外 它用的是西班牙文 它都自己可以 就是它們的用戶 都會自己把它上去改變成 它可以用的這個版本 所以我覺得真正厲害 是它的軟體 都打到其他各國 而且甚至於蓋掉了 其他像我的外甥 它用的就是台灣品牌的手機 它用的是小米的介面 它覺得這比台灣的介面 更加它覺得方便好用 這也就是有很多消費者 喜歡它的原因都